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麻烦台长帮我看一下 七五年属兔的 男的 他的身体和事业的状况 七五年属兔子的 对 身体不好 他身上有一点点长东西 有灵性是吗 颈椎非常不好 脖子非常不好 这样要怎么 怎么不鼓掌的了 要念多少张小黄子呢 什么 年纪不大 这个 是你爸爸是吧 不对 是我先生 是你先生是吧 年纪轻轻啊 钱的线也不好 钱列线不好 小便多呀 哦 对 堵塞 对 明白了吗 对 这样要多少张小黄子呢 你们家有灵性耶 你们家进门的左边上面啊 经常有声音的 晚上 人家的左边上面 你晚上听到声音不了 之前有 啊 还是有啊 还是有啊 一个灵性在那里啊 跑来跑去 这样要怎么样做呢 再给他念37张小房子啊 给他念37张小房子 给小房子念呢 还是 给你房子念 给房子念 这样 你刚才说我先生的颈椎不好 对啊 那个要多少张小黄子 颈椎不好78张 78张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先生有多疑症 怀疑心特别厉害 包括怀疑你 听得懂吗 对 你老实一点吧 好了 这样可以看一下 他的事业吗 他的事业 做小生意 赚不少钱 蛮好的嘛 怕老婆 有时怕 有时不怕 做了坏事就怕 做了不做坏事就不怕 这样好 谢谢 不敢讲了他 没什么大问题 经济上他能够 他基本上 他上辈子不失财很厉害 他这辈子有财的 才运有的 因为最近有点不顺 所以想办 一般一般 我没说很好 一直会有钱的 没问题的 好 好吧 好谢谢 想顺便问 你多帮帮他吧 他就是不信 所以我现在在搬着念经 你帮他念经 你事业上也能帮他 你这个人有点帮父运的 他不知道 他只是他不相信 听得懂吗 就是他不相信 没关系了 很快要相信了 两年半 他还有两年半的缘分 还有两年半的缘分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我想请台长帮我看一下 我自己本身有没有灵性 你啊 76年属龙的 你又打胎的孩子调过了 对对 我已经念小环子超度了 没走 没走 这样需要一些 多少张小环子 你要特别担心啊 他们在弄你的腰啊 你的腰很不好 好 整天腰酸背痛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 你的记忆力很差 他们经常弄你的记忆 所以你的脑子搞不清楚 刚刚放在这里 又忘记了 这东西放在那里 你又忘记了 这样子我自己本身 需要多少张小环子 67 67 好 还有想请问台长 我刚刚恭请了 那个光世迎菩萨词相 想要帮我看一下 佛台要设在哪里 进门 靠左面 进客厅 进客厅的靠左面 有个窗户 对 边上 对 谢谢台长 感恩台长 他家里蛮漂亮的 家具也蛮好的 谢谢台长 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身边这个 我的小男儿吗 什么叫小男人啊 小孩 小孩 是你的小孩不啦 对对对 你的儿子啊 我儿子 一般不能看那么多了 再看两个 给你看看嘛 来了 这个儿子还蛮老实的 几几年属什么的 属 黄花鱼 溜边走 04年属猪猴子 你要台长刚刚刚看到了 你要叫他好好教育 小弟 改不改毛病啊 听爷爷的话 拿着手榴弹 他不知道会听中文 他不知道会听中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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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台长 感恩台长 好好学国语吧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好好学国语 你知道儿子你要有空 帮他学学国语啊 这孩子有点点自闭 有点自闭啊 你们两个人一争吵 他就吓得了 所以你们两个尽量 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 明白了吗 好 教你们俏门 要争吵 把门一关 跑到外面去 然后打起来我也不管 不要给孩子造成伤害 好了 谢谢师傅